那我们就把肖美琴都换给结合起来啊 会不会是在说这里头啊 有些就假装是台湾生产 台湾只是把相关的符号啊 相关的这个啊 品牌认证给印在这个穿乌上去 你来到重庆坦白 我是佛总经 我们看到肖美琴啊 曾经在前两个月 忽然信誓旦旦的说 台湾要创造141艘军舰 而且由台制哦 台湾制造哦 这个话一说出来啊 把所有的将军啊 不管是陆海公三军的将军啊 全部几乎眼睛都跌破了 不管是脑花眼睛或近视眼睛 或者就是纯粹的太阳眼睛都好 因为很多将军是没有近视眼啊 都真的跌破了眼睛 那为什么跌破眼睛 大家知道啊台湾现在总的来说 这些军舰不管一级二级三级啊 其实就算最大对于其他国家来相提并论之下呢 尤其是这个有海权的国家来说 其实就算是一级的都相对是小了 好吧 你就把各级的加冻起来呢 其实也就是那么几十艘 而且呢主要的行动呢就是那么二十多艘 那么你说一百四十一大家会不会觉得很惊讶 而且像是听错了呢 说一句良心话 你就是把那个百字啊 那个一给拿掉 只有四十一大家都还是觉得听错了 因为即便是四十一而不是一百四十一 都比现在的总量都多 而要知道现在的总量 可是过去啊 从1950年在台湾啊 蒋介石跟蒋经国在加上李登辉以后啊 努力创造来了 这中间啊你就算加上陈水扁 马英九和蔡英文 其实这二十多年里面没有增加多少艘 过去呢 其实二讲跟李登辉做了很多的努力 也才这么一丁点 那么大家仔细想想啊 台湾呢在过去呢是一直想要有浅见 而美国呢一直不肯给 现在呢好像要给 但是呢又还没出现 那你这个小美琴忽然抓不说 你要创造一百四十一艘 而且你这个招呼是说 在2028年以前啊 那你以为是在下水饺吗 军舰能够这么简单的就被生产出来吗 更何况你过去的七十多年 你只有这么一丁点 你现在怎么可能忽然生长出 这个应该是数倍的量出来呢 而且用短短三年给出数倍的量 那不是你的生产技术了 忽然多出了百倍的能量啊 但是台湾有没有百倍的能量忽然可以生产军舰呢 那当然没有 因为台湾的这个造船技术或造舰技术呢 是既定的 如果它能够忽然有百倍的生产力 那不会今年才干啊 那会在蔡英文的时候 它就大家发挥来显摆显摆嘛 但是蔡英文那八年呢 并没有显摆出它有这么强的造舰能力啊 那现在请问你的造舰能力在哪了 因为你要有造舰能力才造得出军舰不是吗 那全台湾的岛上造舰能力 请问你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我们并没有看见 这一来呢我们就发现说 他是不是啊在讲一些梦话 还是说他在讲另一类的创造 而不是自己真的生产 他这个自己生产 是不是最后只是把标签给贴上去呢 看起来是有可能 我们看到啊这个在新加坡的香格里拉会议之后啊 这个美国的王牧部长啊 也就五五角大厦的主任是Austin Austin部长啊 他后来回去有话觉得憋了一肚子气 于是他透过了印太战略司令啊 发布说以后啊在台湾海峡 他会飞来数千架的无人机 还有呢海边上会有数千架的无人舰 海底下呢也会有数千艘的无人舰舰 这听起来真的有点匪夷所思 不过呢就算不是数千 数百他可能是做得到了啊 不管是天上的海面上的 或者海底下的 不管是属于潜舰 或者是呢水上的这个大型水面舰 或者是无人机 这美国确实有生产力 不过请注意那是美国而不是台湾 那么台湾在这里有没有可能是参与一点生产呢 答案是可能性实在太低了 你要在未来生产出来实在不高 偏偏美国又说它可以发动 而且可以党一个月 那么我们就把小美琴这个话给结合起来啊 会不会是在说这里头啊 有些就假装是台湾生产 台湾只是把相关的符号 相关的这个品牌认证给印在这个船舟上去 还是说他就一半的这个外壳组装交给台湾来 这其实都有可能 不过我们知道小美琴讲这个话看起来啊 他有点弥补啊 他环太平洋军事演习 这个举动他不能参加 用这个来撩表他自己啊 心中的不满跟不足 感谢你收看